但當你知道自己可以參演窄露微塵仲成為裡面的女主角的時候 當刻你的心情又是怎樣 當刻的心情也是很雀躍的 不過我經歷了少許的障礙 因為一開始其實我不是第一選 但上天也很好 因為另一位首選的女演員 因為檔期問題就退出了 所以我一直都是第二選 第二選 因為她一沒空 我就獲得第三次Casting 然後就補償 其實第三次Casting 距離開拍都是兩個三個星期 變成很短時間 所以當時我的心情是 第一就是 為什麼一開始不選我 我知道我是最好的 不是 突然有信心那一面 提名的時候 糟了 會不會overread 一圈圈主持 阮兆祥 駐称 天欣 總有一圈圈中你 女神來了 是 很少你形容阿清 是嗎 很少你形容 我不是形容阿清 是今天我們的嘉賓 來了嘛 沒錯 就是我們的文青女神 袁麗林 Angela 大家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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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欣 這次是固有重逢 天欣 之前你也合作過跟袁麗林 廣播劇 之前在我自己節目也有合作過 第一次上來一圈圈 一開始文青女神 看一看她的髮型 已經不同了 現在MK妹剪了一頭短髮 短髮的金髮 這是因為電影的造型而做的 其實不是 很多人都以為是 打算轉一個形象 發掘不同女性魅力的可能 但這次轉換了這個形象 這個髮型之後 你身邊的朋友或粉絲 他們有甚麼回應 一開始就覺得很醜 真的嗎 因為我現在長了 我一開始就剪到天欣那麼短 我們去看Facebook網站 看看我們的髮型去到哪裡 那麼短嗎 你的頭髮是 差不多 又沒有去到那麼短 初時是超級男生頭 是 沒有受到任何刺激 突然想剪到那麼短 沒有 真的想突然間 因為我大概去到8月的時候 就拍了2022年的東西 其實我有四個月空檔 我就覺得可以做些甚麼 不如我試試剪這個頭 看看會不會吸引到大家對我的想像 給我甚麼奇形怪獎的角色 不過到現在 我都想要再染黑頭 還沒吸引到一些奇形怪獎的角色 我說到你染白黑的時候就會有 你都是之前金色奇形怪獎 就找你了 剪的時候 髮型師聽到你的要求 他有沒有首先給你甚麼意見 沒有 大家一起瘋 他不害怕 你都不害怕他就不害怕 所以我們一看到的這個形象 跟在電影紮露眉塵裡 Candy的造型是完全不同的 首先恭喜袁麗霖 因為今年的成績相當不錯 而這首紮露眉塵的電影 在金馬獎上也有非常好的成績 在第59屆金馬獎中 最佳原創音樂 恭喜王顯仁可以得獎 另外 男主角張繼聰和女主角袁麗霖 都分別入圍最佳男女主角 這次真是大鑊 很平的 對於今年的成績 袁麗霖自己有甚麼感受 感恩 知道很大程度都是很幸運的 是 開心 但是收到通知說 入圍 可以做金馬影后的入圍候選者 那時收到的消息 在甚麼情況下 以及你收到當下這個消息的時間 感受是怎樣 那時是正在去旅行 一下飛機乘搭出市區 其實因為上飛機前 導演也有說明天就公佈 其實那一刻是 大家有報 我都不太確定 而且我們團隊其實沒有討論過 希望哪些獎會入圍 反而我自己參演另一部電影 大家是有很多期望 很多這些討論 所以我是完全 我跟金馬影像 以前沒有發生過一些很好的電影 或者沒有這個想像 所以不在我的腦 或者這個日子 公佈今晚的日子也不在我的行程 是要留意的一件事 所以一去到下飛機 然後去到市區的時候 一收到這個消息 就超驚訝 我有十分鐘站著不動 然後不斷哭 就是我拍了一條影片 很短 但其實我站著 哭了很久 站著不斷不斷哭 那時候腦子在想什麼呢 在哭 我怎麼會這樣 還有跟自己性格有關 很快就已經很質疑自己 我做了什麼 其實我不是做了很多 自己看影片也很不自然的事嗎 很快就 糟了糟了 會不會大家覺得很過分 已經有很多負面的想法 充分頭腦 而且知道了提名的下半天 我就一直想起我的前經的人 因為他去年就過世了 全天都是一個很… 我很想他… 如果但願他遲一點離開 他可以看到這個成績 那天全天都很感情 在想起這件事 相信他現在在天上也會看到 白禁交叉 心無急事 眼睛已經湧出來了 Angela 緊張,不要這樣 知道自己入圍金馬獎的最佳女主角 很激動 但當你知道自己可以參演 紮露眉陳仲成為裡面的女主角的時候 當刻你的心情又是怎樣 當刻的心情也是很雜弱的 不過我經歷了少許的障礙 因為一開始其實我不是第一選 但上天也很好 因為另一位首選的女演員 因為檔期問題就退出了 所以我一直都是第二選 第二選 然後他一開始沒空 我就獲得了第三次Casting 然後就補償 其實第三次Casting 距離開拍都是只有兩個三個星期 變成了很短的時間 所以我那時的心情是 第一就是 哎,為什麼一開始不選我 我知道自己是最好的 不是,你突然有信心的那一面 提名的時候 糟了,會不會overend 很冷氣 即是他激發了我這個 哎呀,我要做好 我要做好 但另一邊的聲音就是 哎呀,他們沒有選我 難道我不是最好 即是打架打架打架 但我真的有將這個Energy 轉化成一個前進的動力 所以我只剩下兩三個星期 我就覺得要爭取時間 帶個小朋友出去玩 即是建立個關係 即是向那方面的功夫進發 即是電影裡面的細豬 你女兒 是的 懂安娜 是 今次在這部電影裡面 當然有很多不同合作的夥伴 除了有女主角袁禮林之外 當然也有我們的男主角 張契聰 當然 歐家文 剛才提到的這個同性 這個七歲的女兒的細豬 董安娜 還有朱柏康和朱柏謙等等 至於導演 就是一位新進的導演 林森 也是他第一套電影的長片 看到這個陣容 或者到埋位之前 其實自己對於這套電影的理解 有多少 甚至聽說 都做了很多資料搜集 親身去探訪 去了解一下 究竟清潔公司的運作 或者背後的一些東西 是的 因為這部電影 其實是含著一個 One Man Band的清潔公司 所以電影公司 其實安排了一個 跟電影裡面 圓形很相似的人物 是圓形的 他不是三個形的 不是圓形的 即是比較肥的 不是 那個圓形人物 在片場跟你們說一下運作 來片場嗎 不是你特地去探訪他嗎 他還沒笑 他在想那個圓形人物 是 到美術塵 我們公司 即是清潔公司的主境 他都經常在現場 他都有說 其實很相似 即是工具擺放的模式 然後單用過的新舊程度 還有整個運作 其實他就說很相似 是的 又去研究很多清潔公司的大小 我們這一個就是偏向小型一點 變成那個運作模式 就是一個是老闆 會請很多散工來做 大家都知道 這個工作 很多時候都是用散工的形式 去請一些員工 我在裡面就認識一個單親媽媽 然後因為疫情 所以很多店舖 就是百業蕭條 被人炒了 然後就來找清潔這個工作 是一個散工 剛才聽到就是單親媽媽 這個應該是你第一次做媽媽的角色 是 而且還要是一位單親媽媽 應該事前這一方面 除了清潔公司之外 這一方面也要做很多功課 去想 如果你是一個媽媽 或者很多幻想 應該要是一個怎樣的單親媽媽 是 有啊 很多東西是劇本給我 但其實我用了很多 或者說感應 感應了很多 小時候媽媽對我相處的畫面 其實很多東西都搭配到感覺 我媽媽小時候照顧的時候 是很辛苦的 因為我跟我姐姐是差十個月 變成同時間照顧兩個小朋友 還有工作的模式 還有生活的經濟條件 跟電影都有點相似 所以有些位 例如劇情裡面要打個小朋友 或者跟你說了某些東西 就是怎樣 為甚麼都要做錯 為甚麼都要做錯 這些位置不能做錯 因為低下階層很多時候 就是會有些空間 是很緊張 很狹窄 還有如果有機會出錯了 其實我的生活 沒有那麼多時間去收拾 很多時候是這些位置 有用到 還有有時 有時突然很想對女兒好 或者看到她喜歡一些東西 很想買給她的感覺 其實很多時候都會想起 我媽媽小時候 跟我的相處的畫面 用回自身的故事 自己跟其中的女兒 是否開鏡前也跟她有很多不同的相處 對 我覺得那部分都頗重要 因為去了很多謝票場 大家都覺得跟女兒的相處 覺得很真實 對 那些功夫原來花了都頗有用 帶了她去深水堡和Mega Box 其實是她帶我出門 是 她告訴你我想去哪裏 平時我就走開這幾間 我真的有 她的家是在東區那邊 她就說我們去Mega Box 原來Mega Box有這麼多兒童天地 我完全不知道 然後去深水堡 我本來想帶她去買珠珠 因為我流行串珠珠 然後我就說我們去西加龍中心 原來上面有個樂園 有個冒險樂園 我就說 我們看到上面有冒險樂園 以前有得過山車 所以就停不了了 你自己本來喜歡不喜歡小朋友 不喜歡 只是喜歡這個小朋友 很直接 你會怎樣形容這個小朋友 很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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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童珍 而且她很能力 所以去到拍戲的時候 已經是凌晨了 2點3點 那些能力都會 跟我玩 Angela姐姐跟我玩 你本身說不喜歡小朋友 當初知道你一個角色的時候 你會不會覺得這個已經是一個很大的難度 不會 你不喜歡 或者這樣問你本身不喜歡 你會不會跟小朋友相處 本身自己 我也是拍這個戲 發現原來自己有小朋友圓 我發現她很喜歡跟我玩 而且我記得我第一天帶她去深水埗的冒險樂園 整班小朋友叫我捉她們 不斷叫我捉她們 然後我捉了她們 他們又不會換回她們捉我 怎麼會變成有一班 因為我跟我的小朋友玩得太開心 其他人就開始叫我 你捉我呀姐姐 你捉我 一起玩 我拍下影片 我在推銀幣那個 找你玩 是那些小朋友的爸爸 走出來的 你捉我呀 捉我呀 我又想玩 那些爸爸都來了 嘻嘻 或者旁邊的家長看到有個女孩子 可以陪著自己的小朋友 我先休息一下 對呀你們捉吧 對呀 那裡是一個兒童天地 但是我自己瘋得衝進去跟她們玩 對呀 那些家長其他人在外面 但是我衝進去玩 對呀 然後那些小朋友就看到我玩得很開心 就不斷叫我捉她們 是 這次在《紮露微塵》這部電影上 我最初就看到一個戲名 《紮露微塵》就是為什麼呢 我心裡說 看資料顯示 其實主要想說 香港比較低下的階層 如何在窄路上掙扎求全 就是可能這些低下階層 可能有些人會形容說 微塵都不如 那天不是經常見到她們 對呀 這次就說有扎哥 即是張繼聰飾演的這個角色 還有Candy這個單親媽媽的一個故事 可以說是一個劇情片 跟張繼聰聽說在拍電影之前 已經有點交雜了 是 甚至這部電影也是她推薦我 才有第一次拍攝的機會 我們大概在疫情發生的時候 阿聰剛剛加入這間公司 演員之間沒有什麼做 沒有公開 大家知道很多店舖有收拾 表演行業更加暫停了 我們就搞了一個工作室 就是古天駱先生跟阿聰說 不如我們搞一些工作室 是促進一下演員之間的交流 阿聰就領導這個工作室 大概都搞了一年左右 一個星期或者兩個星期 不定期就上課了 那這些工作室除了你之外 還有什麼演員我們熟悉的 很多 Fish Jennifer Yanny Locker 張曼莎 German 紫童 我們公司 游賀修也有來過 令文龍也有來過 這班人 Rancy 我們出席率很高 Rancy 林千亭 我們天下一旗下公司 這班演員 每個星期就定期見一次 其實沒有那麼多人 最初沒有那麼多人 一開始有很多人 但是因為大家都有不同的行程 所以來到就來 來到就來 我們就工作一些東西 玩一下exercise 全部都跟演戲有關 是 算是在這個工作室裡面 自己一方面 擁有了很多跟演員有關的知識 同時阿聰看到我的某些能力 還有看到也有心的 所以他就向劇組那方面 推薦了我去Casting 但是如果大家比較熟悉的演員 大家互相摸過對方的底 甚至有那份信任 應該埋位的時候會更加容易擦到過 都有的 我當他是老師這樣看待 雖然他很謙虛 他會覺得我們真的分享 我不是你老師 但是我對他 不是你老師 不是你老師 張 然後呢 我不是誰 他要先探望了 探望了 他不是姓李 所以他不是你老師 他是張老師 我明白 現在終於明白 有POMO 有POMO 但你在一起拍劇的時間 不是因為拍戲的時間 有些特別的事情 你到現在都印象很深刻 那天在景度 或者那場戲上面 有些印象很深刻 有嗎 也有的 阿忠他真的教我很多事情 很多時候 可能我自己聽到一個人物 很多時候都由人物出發 人物出發 那我就不太懂得安排一些 dramatic moment 或者捉到dramatic moment 在那裡 我記得有幾場戲 他都不讓我哭 而且不讓我說我心裡的台詞出來 為什麼呢 不讓哭 他的意思是 有些句子你不可以 在某些場詞裡 因為你一定要捉到最後 要去堆疊那個tension 去到某一場你才可以 說你 對 這些我自己就沒有什麼 sense 一開始就 我真的很想解釋 劇情去到某個位置 我做得很差 做人媽媽做得不好 做她的員工 又不斷搞塌她的生意 其實我很抱歉 但在這個過程之間 其實我很努力 我真的有掙扎 我真的有努力 我就很想去解釋自己 其實我也有努力 還有我也有付出過心機 阿聰就說這句不要說 這句不要說 你捉住就對了 你有情緒OK 情緒到 你享受那個情緒 你現在看到什麼 你感受到什麼 其實她好像一個老師的形式 但同時她也是我的對手 到現在的戲裡面 最後爆發的那一場 大家覺得很好看 原來有一個原理 就是如果你提出了那個情緒 後面就會消失了 吹掌一點 波波嘴尾才會放心 即是你跟阿聰一直在對戲 夾戲的時候 其實劇本可能你們也有修改了一點 有的 即是劇本一直都改的 導演也有參與這些討論 但有時候可能很情緒的戲的時候 可能自己也會 即大家都會有一些對白 是有走動的空間 嗯 大家可以通過這套本地的製作 這一套的窄路微塵 可以看到一群很有心的演員 一個身上的導演 甚至一群很有活力的一群演員 去把這個故事 傳送給所有的觀眾 疫情的基層故事 沒錯 一圈圈 和你圈中生活娛樂大小事 直下Like、Share、Comment 再在YouTube按著小鈴鐺訂閱 想隨時隨地聽回精彩節目內容 快點訂購雙台節目重溫